我們繼續來關心 這個是衛星商機登台 那麼台灣這部分 因為沒有辦法相信 馬斯克的星鏈計畫 所以我們現在是跟英國的 OneWeb合作建置衛星 那麼這一塊 是由中華電信會來代理 低軌衛星會來在我們台灣落地 這個時候明年會提出服務 相關的供應鏈有哪些可以參考的 好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這個本案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因為我們長時間 都在討論馬斯克的Spec X 我們很少在講OneWeb 但OneWeb其實在今年的6月份的時候 有出一個這樣的一個新聞 就是因為OneWeb後面有一些中資背景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講說 那是不是中資我們的數位部 一定要跟OneWeb合作 那我們先來看 當然這件事情後來有得到 我們的數位部的一個解釋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個布局的時候 中華電信跟OneWeb合作案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7月份我們的數位部 已經跟電信技術中心的TTC 簽了一個推動計畫 然後就是把OneWeb加進來 加上盧森堡的SES的中軌衛星 OneWeb是低軌 然後盧森堡這個是中軌 然後要5.4億來一起構建一個 大概有差不多70個基地台的 然後國外有3個HotSpot 然後國內大概有700個 這樣的一個中點接收站 我們的數位部這邊有特別提 OneWeb這件事情是這樣 他說大家關切 OneWeb裡面有一個子公司 Artset 然後這個是有中資的比例 不過它的比例非常非常地低 大概只有8% 如果按照它其他的 再稀釋一次之後的話 我們發現大概只有4%的 4%的話就跟我們這邊的一個規定 比如說外資的直接持股 不可以超過49% 然後這個 差滿遠的 差滿遠的 就是說以4點多% 連5%都不到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確實這件事情就可以放行 那這件事情一旦放行了之後 對採訪廠商來講一定是好事 第一個如果我們的保 就直接就只有壓在這Spec S的話 其實到未來的情況你會發現 因為他們這個Spec S也有 跟中國大陸有很大的一個合作 那中國這邊的衛星工業 本身北斗就很強 然後如果又再去跟Spec S在那邊合作的話 那我們台灣這邊的保壓的不夠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去拆另外一塊 比如說OneWeb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司 甚至是像Amazon的公司都可以做 只是他們現在的衛星發的還不夠多 所以我們台灣這邊的話 大宗還是以Spec S為主 那現在的話當然這張表很多人 都已經看過很多次了 就包含像國內整個 這個低軌衛星的一個精英隊 我畫紅框的一個部分 是我認為我比較看好的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的一些公司 要嘛就是營收的比重比較低 要嘛的話就是 這一段時間裡面 並沒有投信任養 再不然的話就是 現行技術比較差 那如果說是以我框的為主的話 PCB裡面的滑通跟台光電 這個兩個都是投信有任養 然後另外的話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地面接收台的這一塊的話 就是這個企技6285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的話 地面站的一個部分 森塔科是做這個天線 那我一直認為它是一家 非常好的公司 在之前這個硬量也有分析過 它還有挪威主權基金 只是它當時的現行還沒起來 但是最近有一點蠢蠢欲動 然後電源供應的話 我一直認為6282的一個康蘇 它未來就會是一個 非常好的成長模式 那這裡面的話 6271的同心電 我覺得它有點被低估 然後接下來的話 新復興大家可以留意 這個是比較市場性的股票 好 那如果說我們再去做一個 圖形上的一個彙整的話 我這邊把這一些 低軌衛星供應鏈裡面 我大概用位階 把它們分成形態上的高 跟形態上的低 還有形態上的中間 大概四檔給各位做參考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企技 企技這段時間裡面很強 因為這個00929一直有持有它 所以大家的錢就一直進來 然後投信就一直買 一直買把它的股價給墊高 但是最近因為這個話題 稍微比較淡了一點 大概0929也回檔了 所以這個股票就下來 但是我認為其實 這麼高姿態的股票 到季線應該有撐 所以如果說各位是 手中持有的人 到季線之前 沒有破之前都不用擔心 如果你是空手的人的話 我認為它也沒有什麼 要跌破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跡象的話 季線可以做投資 然後第一的話就是同心電 同心電是國際集團的公司 其他的狀況還不錯 只是本益比稍微高 但是股價是最近 已經開始突破了年限 年限的底部形態已經出來 所以如果各位要買它的話 是突破年限 壓回測年限的時候去買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它的速度稍微比較慢一點 我們另外看中間的部分的話 就是康蘇 很多人說康蘇這個股票 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動 我認為它其實應該 我畫出來的有三條線 這邊有三條線 就是水平線跟一條下降壓力線 最近四條線裡面 大概已經過了三條 只差了一個46.45這條線 如果它哪一天站上去的時候 就是它正式啟動的時候 再來的話 森達科整個頭肩體的形態完成 反而我認為這檔股票 可能是在近期 會動得比較快的一檔個股 OK 好 謝謝我們一個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繼續來看科技方面 這個華為現在推進到5.5G 那麼預計要來推出好多款的 重量級的新品 好 一定讓我們一起來看 那麼當然現在我們看到華為 第一步突破了 美國的重重圍剿 感覺有一些亮點出來 但接下來當然美中貿易戰 會繼續來制衡中國 華為這部分也說 他對6G非常有信心 我覺得6G出來之後 華為要不一樣了 有這麼的樂觀嗎 其實它有這個條件 因為你看像這幾天 威剛陳立白董事長 他有提到華為6G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6G一旦開始 華為是大人物 他講這個話不是信口雌黃 它是有根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6G的專利數來看的話 中國其實是佔全球第一 因為中國在6G的專利數 大概佔了大概40.3% 美國你看它才35.2% 再來第三名的日本9.9% 差第一第二名都差很多 所以在這個40.3%裡面來講的話 華為又佔了多少 華為的6G專利大概有6500多項 全球的這個佔比來看的話 它是佔14% 所以如果以個別公司來看的話 它絕對是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華為輪值董事長 他其實他就講了 大概在2030年的時候 華為的6G就會網路 就會開始做服務了 因為華為其實在今年的部分來講的話 他就已經通過了這個 6G赫子頻段測試的一個技術 你要讓6G跟5G可以相互融合 所以他已經完成這樣的測試 所以他就有機會 在接下來2030年的時候 提出這樣的服務 但是你說這個發展會不會非常非常的順利 我個人認為會面對到兩大挑戰 第一個挑戰在於說 你要用6G的話一定是要靠衛星 那現在華為的這個 可以依靠的衛星數量很少 中國可以依靠衛星真的很少 華為這一次的這個星機裡面 可以打這個衛星電話 它靠的是天通衛星 那天通衛星來講 它目前只有3顆而已 但是你相較於美國的這個Space Space在目前低軌道衛星的這個顆數 已經達到5000顆以上 美國它的策略就這樣子 我5G王不贏你 所以我就在5G上面 打壓你 打壓你之後 我就發展我的6G 所以它就扶植了Space S去發射這個衛星 那目前來講它已經到5000顆 但中國目前來講的話 衛星的這個數量來講 還算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你未來要發展6G的話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靠衛星 所以衛星的數量 會是它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在於說 很多的這個 美國為首的這個6G聯盟 它把很多的企業都把它結合在一起 像這個微軟 Nokia 三星等等 都把它組成一個聯盟 那它在這個聯盟裡面 它會制定它自己的遊戲規則 它會制定它的這個制度 包括製造的一些條件等等 它都會規範在這個裡面 就是要怎麼樣 要把你這個華為孤立在外面 所以到最後華為也會面致到什麼 面對到所謂的6G聯盟的抗衡 那為什麼各國現在都要投入 那麼多資源去發展6G呢 因為6G未來真的在全世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要完成所謂的 完全自動駕駛的話 你要靠它 因為它的傳輸速度會夠快 然後呢 未來所謂的3D立體影像傳輸 就是說 我們現在打電話 頂多就視訊而已 未來的這個影像 它是直接可以投影到你前面的 那這個傳輸速度一定要夠快 所以它靠的也是什麼 也是要靠的是6G的傳輸 包括未來的智能工廠 遠端醫療 甚至呢 腦機交互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個也都靠6G 像有一些這個肢體 比較常障的一些朋友 他可能 未來要裝這個機器手臂的話呢 你可以跟大腦做連結 這個就是人機連結 那這個傳輸速度也要夠快 也是要靠著這類的6G傳輸速度 所以6G未來的應用來講的話 非常非常的廣 這是為什麼 各國企業都要去發展的原因 那華為現在在封鎖的情況之下 它也試圖要去突圍 那未來面對挑戰 我覺得就是這兩個 如果能克服的話 我想 中國在6G的發展史上 應該還會有一席之地 OK 好 主要是衛星數量的問題 繼續看下去了 最近這個股市狀況真的很多 此時此刻有沒有比較安心的存苦法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那些事物 這是專輸速度